原來這個,阿姨給我聽 就叫豬那菜,我真的不認識的 荔枝炭燒雞,又或者竹筒飯 這些是用完的竹筒來的 老實說,這裏都蠻隔涉的 但想不到上來,這麼熱鬧 來看一下豆腐花 滑不滑 沒有我們嘗試去到東莞那麽 飯底是有豉油的 這是煮飯,豉油放的 不得不提就是 他們的蟲花,用的油大多數都是花生油 很香 Hello,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現在所在為蟲花街口 今天過來這邊拍攝影片給大家看 蟲花,大家最深印象是甚麼 當然是旅遊、旅遊、旅遊和浸溫泉 今天我們當然是不浸溫泉的 我們先在街口這裡走,先找些好東西吃 吃完之後去一個附近 近期興起的旅遊區 就是溪頭村 我們先在附近走 先去市場走 不如 不知大家來到這裏 感覺像不像去到番茹呢 我就覺得好像 老城區,甚麼屎橋 大石都不算 屎橋最像 有很多餐廳 熱鬧 不是那種 看上去全部都是山山水水的感覺 始終這裏都是街口 街口是屬於蟲花的城區 對面又有一些小超市 有些地產店 前面又有百貨商店 這邊還有銷納檔 不過這麼早 當然是未開門的 現在這個時數是剛剛9點 不知大家以前有沒有來過街口呢 我憑著是頂籠一兩次的 通常都是去浸溫泉 去溫泉鎮那些 通常我們去到每一個地方 都是這樣的 都是先看一下附近的市場 才能夠反映到當地人的生命 我們面前這個市場叫做 新城市場 就是位於街場入口 看看這邊的屋 真是像 它又不像 廣州老船區是越瘦那種 你說似豬哥新城是不可能的 真是好像花刀 般若那種感覺 這裡是市場室內部分 我想買一些水果回去的 至於肉 我肯定不會買的了 現在我跟太太出來 當我知道菜價 哪些底下哪些 比如說 你生菜賣到過半 你就不用想了 出手了 賣到三個半 你就千萬不要買了 一個是市場室內部分 首先你見到賣燒臘 這邊是賣蔬菜的 這邊有很多肉類 我們去前面看看 據說附近還有一檔 吃腸粉 很過癮的餐廳 我們走到市場再說 前面有水產的 青龍仔78元 不算很離譜 甚至石斑魚 53多 43 大海 45元 又不算很離譜 你說回到西朗市場 當然便宜過它了 但也不會差太遠 外面就是室外部分 我們盡量精力集中在那裏 這裏沒有我們上次的花刀刺激 但也有些水產 有很多戶外的檔口 你說那一句跟花刀相比 這裏真的沒有那麼刺激 有些蔬菜 紅蘿蔔仔 我們早幾天買了紅蘿蔔仔 好吃到不得之了 這裏還有蔥油餅 還有椰子、粟米 可惜大多數都是沒有零碼實價 我們先走一走 前面還有蔗和菠蘿 老人家就降落 現在是吃蔗 遲些就不要再吃蔗 為什麽呢 它裡面 清明節 蔗很容易變質 因為它變成紅色 正所謂清明蔗就獨過蛇了 這裏還有一隻市場貓 市場貓生活是最好的 它有很多食物 正在睡醒 正在睡醒 我們走到出來 這邊又有熱鬧 還有花賣 那邊是賣九幾熱的 前面我已經看到有菠蘿 這邊是大紙十元三隻 又不算很離譜 我還說最便宜 我還說最便宜 最便宜的龍春道市場 一個半 或者龍褋衣這些菜 這些可以買 這些大白菜 黃昏 糖匠 這裏就是皇帝菜 皇帝菜 皇帝菜 那些 國 RFub 看起來很美味 都是涮掉的時候 就可以吃到 這款如果是開薩 安裝上邊了 番菜 ладно 反而炒 可以發生 才會發生 minimizing 这个是一斤 就拿一斤 我看得出来自己种 没有加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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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吃不完 拿些出来摆一下 我常常去买 这个是白菜 我没有拍错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纤纳菜 哦 这个就是这么像白菜 我不懂的 我通常去蓝沙买多 也是买这些 但不是这样的 又不是这样的 不同的有 买了些菜 这裏是龙瓦衣拿出来摆的 不要和别人说价钱 很漂亮 总共收了我11元有杂 10元5毫 原来这个阿姨 叫做朱拿菜 我真的不懂的 她说怎么煮呢 她的意思就是可以用芋头煮 我知道 松花的芋头很漂亮 待会看到我要买 然后你可以加些豆豉 加些姜内炒就可以了 肉都不用加的 很棒 我先放上车 通常现在在很多市场附近 都有很多这些 当地的特产 这裏是很近增城的 还有凉口 达溪高山番薯 我不懂是否漂亮 还有腐竹 在这边 刚才我说 卖带子那一档 看到生蠔很漂亮 可惜我开车来 我没有带冰 没办法 在选择生蠔 另外我因为热气 所以我是想再买一些 马蹄 如果看到 走到这边 也有不少 但仍未见到马蹄 风率也见到 姜 红葱头 各种都有 有观众就说 为何这些摆街 这些卖带得这么贵 首先我说清楚 它不是那种 大批发商 不是很远运过来的 它是当地 它是比较漂亮的 第一个 没有下农药的 第二个 支持阿姨也好 你给那些 批发商赚了钱 等阿姨赚了钱 没坏的 这个是什么果 好啊 哦 好啊 五元鸡 这些 切开 剁 剁皮 五元一斤 可以放多两天 放多两天 再吃 未算最熟 哦 因为你们不放催熟剂 我知道 买多一点 哦 哦 差不多跟松一点 好的 哦 这些可以等一下 十元一百 好啊 十元一百 我呢 就已经见到马体了 肯定是拿货松块 没有马体种的 旁边呢 还有番薯 番薯好像是比西朗市场贵 到那些 走走走走走走 再来这里还有油炸港 各种煎炸东西 不要跟我说煎炸东西 我不吃得 再来这里还有 还有番薯楼 怎么卖啊 老板在番薯楼 十元 即是鸡屎果 鸡屎果 我知道 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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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贵了 不是这样的价钱 走走走走走 继续往前走 发现这里有热楼 主要是菜多 这边已经在买田螺和鱼 我又发现有青鸩 昨天我喝过青鸩汤 好 已经买了这么多了 真的要先放一些上车 放完之后再过来买 看看刚才我们买的东西 这个阿姨叫做黄帝菜 5.4 这里有一把 这些洗起来可能会麻烦一点 但是好吃 炒肉片 然后这个叫做猪腊菜 刚才有些当口的 阿姨说便宜一点 再便宜一点 2元 我不理了 总之这里花了4个多元 和刚才黄帝菜加上 给了10元 这个叫人心果 阿姨说没有放催熟剂 看见它黄帆沉不沉 而且捏下去不是很软 应该真的没有放催熟剂 再来就说阿姨多放两天便可以吃 这里只花了10元 这么大把 为了5元就是这些青鸩 放在这里一般 这些是比较好 这些是比较好 阿姨说放在冰箱可以放一段时间 最好吹干身一点 再放 这些我对 喉嚨痛 甚至乎有些人 隔离生吃都可以种 那我就最对了 那里总共花了20元 刚才买的时候 他说疫情的时候 那些人的喉嚨痛 这个是最好的 那时炒到80元一斤 现在卖60元一斤 我卖了20元 我就醒了 刚才以为真的没什么去买 现在拿回环保袋 再进去买 你说价钱便宜不便宜 老实说 我刚才简单看一看 真的不算最便宜 跟西浪市场那些比 是有一段距离的 那些是大批发 这些真的有很多都是老虎自己拿出来 老虎自己拿出来 那就是我的 我们再买个 今次再进去买 可能买些干货那些 可能有些腐竹 买回去摆得那种 我们又回到这条街 咦?对面这个果可以 看看是什么果 原来是青棗 不过来的 它是拿个袋包住的 不对不对 再来还看到花生 菊花 菊花 菊花就没什么必要在这里买了 这边继续是蔬菜 还有很多小食店 这些小食店是吃肠粉的 清香竹盖粉 这家出名 是啊 不如试试吧 我都要 它不是用机器拉出来的 是用窩囊拉出来的 一个很扁平的那种 那种粥锅腩 最高的味道是什么呢 当你用了豉油之后 肉一定要是碎的 不是肉片 肉片就只差一层 还有米香 和葱 混合在一起 还有少许醋 和我们回到潘梅吃到的 有另外一种境界 我又吃饱饱了 老实说 我真的不太想吃 因为我已经吃到早餐 但是还要去溪头村 或者会有很多好东西吃 但是呢 啊 正啊 市场哪些美食特别多 那些肠粉呢 因为广东人 在广东来说 真的肠粉 大家都对的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做法 来到重发 做法又不一样 用窩囊拉出来的 其实呢 我手上还有一间 不是他的 吃了 下次再试另外那间 我们继续买 月送 买完大概 11点左右 我们就出发去溪头村 这里附近的食物特别多 还有这个 我都知道是很出名的 吃蔗菇饭 我今天一个人 就没理由吃过 借菇饭 这间亦是如此 两间都一样 我在社交媒体看到 借菇饭 后面呢 还有一间煲仔饭 如果不是我一心想着 去溪头村呢 我在这里就可以解决得到 好 废话小刚 快点买些东西回去 给老婆 再来 因为这里比较近清远 花都近清远 松花都近清远 这些三黄鸡 也是很漂亮的 所以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们经常回到龙津路市场 买菜 其实就是这样的 价钱呢 真的很便宜 甚至乎西朗 或者中市 都是 但是呢 有些是批发的 这里呢 来到就会有一些龙津 拿出来买的菜 老板买些花生 算是 买20元吧 红衣花生都有 这个是 谈口都是买花生算 有买了20元花生 有大袋 刚才都是急了些 好 我们又走回来这里 兜了个圈 看着都差不多买齐了 其实我是想买腐竹的 但是呢 看见品质 好像都是拿货的 那就算了 或者我们去到旅游区先 通常呢 这样的 去到旅游区 我们尽量少买东西 看情况 有些是很有特色的 不要买那么多 买少少试一下 而且去到那里 再找中午饭吃 出发 哇 经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终于来到溪头邨了 溪头邨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个旅游景点 是重发这几年 疫情这三年 新兴起一个旅游景点 话说是这样的 因为呢 这几天呢 是三八妇女节假期 所以呢 很多游客呢 就过来这儿玩的 现在这个中数呢 已经是差不多12点了 很多人呢 就准备开始 吃饭 就像这些 四松一汤128 我刚才开车上来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走高速公路 所以走了很大段的山路 弯弯弯弯 在山路上面 亦都看到有很多龙鱼 有些龙家菜 等一会可能我们去那里吃 一来到就看到 黎灰鸡 用柴火烧的黎灰鸡 黎智炭烧鸡 又或者竹筒饭 这些是用原竹筒来的 又或者还有一些小食 比如豆腐花 芝麻糊 那真真正正的溪头村 就在这里 很多旅行社 他们会带团过来 比如这个竹筒饭 也就是三十元一个 在这些旅游景点门口 其实真的不算太贵 这边呢 就看到有很多这些 农家特产卖 如果你说 我很喜欢 我一定要卖 其实如果你不想像我 是对的 其实是可以在这里买的 都不算很离谱 终于来到这个 叫做溪头石巷 有很多小食 前面还在拉肠粉 这边又卖小食 下面还有些 荷包豆 去湿豆 青皮黄豆 一些山珍海味 华梅 老树吉 15元一斤 无花果干也有 15元一斤 还可以 这边是拉肠粉 每次我们吃的那种 我们在广州都吃过 其实有几间 想不到蟋化 还有那么多 好 我们继续走 看看这边有什么 新奇有趣的东西 这边还有一些 猪白芥 旁边有大麻花 这些好像不太合 我们继续走 这边还有手工塘 其实老实说 这里也挺隔斥的 但想不到上来 这么热闹 因为你带团 旅行团 带上来 那些旅行社 只是收回车钱 因为这些景点 是不需要付钱的 来到这里玩完 旅行社赚一点就够了 有观众又说 旅行社赚一点就够了 收回车钱就够了 大家觉得很奇怪 我以前做过旅游业 我还是做过旅游业的会计 我知道他们真的不需要赚很多 因为他们可以有差额的 纳税制度 真是赚一点就够了 一辆车不动就够了 废话少了 我们继续走 前边好热闹 这条就是大街 很多美女 趁着这两天好日子 过来这边旅行 这里又有很多餐厅 泥焗鸡 这个竹筒饭还要便宜了 20元而已 真的不贵 这边就在买些 纳尾 暗春 纳肉 纳腸 下面就五指无头 阿姨选得很开心 还有很多菇菌 蜜糖 华梅 鸡 鸡 鸡鸡 鸡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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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肺炎第一波的时候 我常常怀疑自己中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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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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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來到溪頭村定居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最後才回去花刀 所以溪頭村對我們來說 都頗有意義的 還有黃皮桿 紅薑糖 這邊還有很多乾果 齒桿都有 牛大力 過癮 還有剛才買到的青藍 就是這間了 剛才阿姨叫我買這間 我都覺得太大了 因為一過程 爸爸就吵架 因為九蚊雞 那就遷就他了 再來 前面這道豆腐花 這麼虛陷 全部都是美女在吃 一個男士都沒有 我見到一個這麼大把 是不是應該煮一碗 豆腐花五蚊雞 1982老子 先吃個小食 豆腐花五蚊雞 這裡除了豆腐花 還有很多食物 例如招牌炸豆腐 五蚊一碗 因為我吸 很大程度都是因為 炸豆腐的 所以真的不敢吃了 還有凍紅豆 凍冰糖豆腐花 也有 芝麻糊 也是五蚊而已 這裡呢 海面就配了砂糖的 這隻豆腐花呢 就肯定要加一點點砂糖 跟著這個是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看看 打開了看過 應該是薑汁來的 也要加一點吧 薑汁好了 就是這些小食店 餐廳的環境就 如算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你有夏天 泥草化 是一個絕佳選擇 其實現在外邊 剛才我停車那裡 氣溫都很高 上來山這裡 有喊遮頭 很涼爽的 看看一個豆腐花 滑不滑 沒有我們嘗試去到東莞 那裡滑得很離譜 不知道為什麼 這裡是正常狀態 那是薑汁來的 薑汁來的 嗯 嗯 薑汁適合我 薑汁適合我 先喝一點 就是這種小店 他們還是用木桌 厚木 椅子 餐廳裡面其實有很多人 只不過我選了一個漂亮位 你看 對面有一群美女 外面都是一群美女 好 那我繼續吃 這個薑汁豆腐花 值得吃 五元雞那麼大 嗯 嘩 薑汁真的很好 薑汁真是 吃極都不厭 而且 你看看它 其實它的份量都很大 它是熱的 好吃 原來這裡有一個磨的 這個是專門吃豆腐的 亞蒂豆腐1982 這裡的豆腐花特別多 我們沿著這裡繼續往前走 繼續進去 就更有這種 農村味道 農村旅遊風格 很多這些農屋 拿了一些東西出來買 我們沿著這條路 繼續往裡面走 裡面似乎有更多農屋 拿出來買的東西 這裡有石橄欖 又是對喉嚨好的 這邊呢 還買一些 粥或者藤的製品 挺有趣的 這些呢 拿回去洗米 有這些手袋 拿來買送去 既然這裡的叫做溪頭村 顧名思義 當然會有一個溪 究竟溪在哪裡呢 現在就帶大家過去看看 再來我們看到山水腐竹 20元一包不貴 還有護乾茶10元 農家田會20元 甘草腩10元而已 價錢真的OK 不算很離譜 因為這些美女 她們格格挑通眼眉 你想騙得到她 很難 你騙我而已 所以剛才看到農產品 你剛才說過這裡有很多民宿 究竟價錢是怎樣呢 我簡單看過了 有些便宜到百多元 我就不說了 不如說這個 我們現在看這個 這個叫觀景大床房 就今晚住 420元 這個價錢 究竟值不值呢 我們去看看 因為就在前面而已 420元一萬的民宿 就是這個了 大家看鏡頭 覺得不厲害 將鏡頭轉過來這邊 這裡 你在房間 就可以看著這個景 你說貴不貴 如果你是很喜歡這種 田園風格的 一定對 裡面就是這樣的 裝修得都挺別致的 不過我不是租 不能夠入房間 衛生搞得不錯 有很多鮮花 這邊是種滿多肉植物 就是這樣的 400多元 還可以吧 還有這麼大的露台 可以看著這麼漂亮的景 四百多元 可以吧 我自己覺得 很多美女 專程來這裡拍一張漂亮的照片 據說 還在網紅打卡點 沿著這條路 一直往前走 熱天確實是比較辛苦的 但是一直走 前面就有索溪 索溪是甚麼呢 如果你帶小朋友來玩 就一流了 就是玩水 隨便魚仔游來游去 你可以在剛才 我們洗手間旁邊買那些 那些 魚網 就把魚仔拋回去 小朋友一定是很開心的 就是這裡了 今天沒甚麼水 可能近日廣州 沒甚麼雨水 如果到夏天 這裡好 這一個小時數 不是太適合 當你到夏天 上邊是熱的 那些小朋友 下邊玩 這些不可能浸得襯的 而且呢 它又夠開闊 突然間 上面有很多水 沖下來 而且是爸媽看著 好 那麼 溪頭村這裡 簡單給大家看過 當然 遊玩的項目 遠遠不止那麼少 因為我拍四十分鐘出來給大家看 每個景點是怎樣的 住的 我給大家看過 小吃的也有 景點也有 影相打卡 甚至乎去吃中午飯 各個地方都有 來這裡最佳方法 當然就是自己開車 如果你說 哎呀 我開不到車的 我沒有車的 報個團 廣之類 大把這些團 甚至乎 這裡外邊 還有巴士 坐巴士不是一個最聰明的辦法 在這裡 回到巴士 轉地鐵 一路 一路 回到三個多小時 沒有道理啊 是吧 最好的辦法 就是真的開車 如果你在這裡坐巴士 在這裡有一部叫做 嗯 走大概十五分鐘左右 就有個巴士站 叫做 溪頭公交車站 坐到糧田 糧口虛那裡 即是說上一次 我不是跟她老婆來到 當時打算說 我們上來溪頭村走 當時是風路不給上的 就是那裡了 在那裡再轉車 回到去 就去到重發客運站 去到客運站 可以回到廣州 如果去到辦崩公話 整個用事 是三個半小時的 這個酒店真是好 是我來到這裡最大的發現 最值得來的一個地方 到了夏天 一樓 看著這麼有力的景 在後邊 和小朋友玩一下水 玩完水 你的身體濕透 也沒有所謂 回到這裏 洗澡 吃個好美麗粥筒飯 是不是很好推介呢 我現在這個時候 就要去吃粥筒飯 好 我在旁邊這邊 做了一個竹筒飯 有什麼好東西吃 可以拼兩個肉嗎 不如雞和臘腸 二選一,25元 蒸的嗎 竹筒飯 燒的 燒的35元 沒問題 雞和臘味 臘腸 還有很多食物 泥焗雞 白切雞 78元 生坑魚 還有豆腐 我的食物到了 就是這個竹筒飯 尺寸不小 外面是竹筒 外面是竹筒 有臘腸 切得夠薄 下面就是飯的主體 夠乾爽 竹筒飯 自然是夠乾爽 原來它的價錢是這樣的 蒸飯是20元 單便,感覺是最便宜的 竹筒飯要多加10元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試試吧 他們這裡除了竹筒飯 還可以點菜 山坑魚 各種都有 都是三十多元 如果你說一家幾口來到 旅遊景點 如果你說好像我一樣 有開車 當然是到下面吃大排現職 多點菜 但如果你說我只是 坐了兩大班來到 我還點下去 在這裏 我們經過那些 農家菜的餐廳 我開車都要十幾二十分鐘 你走路 走到你怕 嘗嘗 嘗嘗 正如先頭所說的 飯底很乾爽 很乾爽 臘腸的油 放了一些飯 很香 另外還有很多咸菜 我很喜歡它的飯 我們喜歡吃煲仔飯 是有異同工之妙的 甚至乎有時候煲仔飯 可能會更熱氣 對吧 飯底是有醬油的 煲仔飯 不得不提 就是 他們從化 嘗嘗 這裏用的油 大多數都是花生油 很香的 好 還有 捉到飯 好像是不吃 吃到下面的 一樣 是很乾爽的 反而我不太喜歡 它有鹹粒 可能地方做法不同 我自己的原因 我不喜歡吃飯 突然間有些鹹味 在裏面 一邊吃的過程中 又有花生油的油香 又有臘腸的油香 也有臘腸的油香 挺好的 令我想買臘腸很快 繼續吃吧 嗯 接著來試試雞的部分 雞出水多一點吧 我猜的 所以這裏飯 好像比較厚 不過其實可以接受到飯 在裏面 試試雞 冬菇 雞不是廣州吃的肉肥雞 雞肉是很細粒的 但是這種雞肉四身特別有雞味 再加上竹筒的香味 嗯 而且看上去 份量一點也不少 這個叫薑絲 基本上就是這樣 但你吃竹筒 一定要用手這樣拿著竹筒 開始不用 到後段要這樣按著 否則 一邊翻一邊翻的時候 很容易打斜 他不跟我們上次去農門吃到的那些 他們那些是一個大竹筒 而且上面是筆的 而且那時候有老婆幫忙 在這裏吃一定要 如果一隻公的話按著它 要不然 打死了就不能吃了 我吃飽飽 大家看上去的一點 始終都是旅遊景點 那你說 值不值得吃好不好 一定是在下面的農莊 我可以保證 但是你說 我又沒有炸車 是吧 坐下吃個竹筒飯 是挺過癮的 而且最好不要蒸 當然是要竹筒 貴一點就貴一點 對吧 我們吃飽飽了 這裏上去 就是停車場 在這條路過回去 也會有很多旅遊景點 沒有上面那麼刺激 但是這條路拍照 大家看看 是不是很漂亮呢 而且 還要開齊黃花蜂苓木 現在是春天 黃花蜂苓木 正是開放的好時候 去年沒有那麼多旅遊團 大家有幾棵 看到已經很開心 到今年 因為開放了 所以很多人 都不理黃花蜂苓木有多漂亮 最重要可以出來飲飲食食 在這條路過去 就已經可以去到巴士站 剛才也跟大家說過 這裏確實是有巴士站的 不過走的確實比較遠 這邊都有很多這些 小餐廳 小超市 包括一些民宿的 很多人吃飽 就可以在這裏慢慢散步 這裏正如先頭所說的 農莊特別多 現在這個中四號點幾鐘 每個遊客都走到餐廳裏面 裏面 座無虛席 我們面前現在這種餐廳 就是屬於 遺餐的 即是一家幾口 坐在一起吃 這樣 餐廳座位又夠多 環境又好 如果你可以坐在一個 對著這麼漂亮的山景 吃個午飯 確實都不錯 還有這麼漂亮的黃花蜂苓木 不過我可以跟大家說 黃花蜂苓木 過多 我想都不用一個月了 過多幾個星期就借光了 變成只有一條東西 很難受 好了 今天也和大家玩足一天了 重發果然很好玩 各位觀眾 下集見 拜拜 我也是時候開車回廣州 都要過半小時 而且很可能大塞車 拜拜 高音樂 遮慢 超到天 藍燈 上升 太大 杯 卡 加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